政治焦點要帶您關心 目前處於落後的頹勢 需要突破窘境的 那麼積極拉攏票源 是國民黨總統參選侯友宜 最近是到臺大延長 針對兩岸關係 提出四大堅持 友誼想要走所謂的中間路線之後 但是最新的民調 確實是說 他身上恐怕親中標階很難撕得掉嗎 在報告裡面 我們來看到這一份的民調裡面 那麼高達五成二的民眾認為 那麼中國最屬意的總統人選 應該是侯友宜 而另外則是百分之五十四的民眾 認為民進黨賴清德 才是所謂的親美派嗎 是美國主義的總統人選 一樣喊出四個堅持 後宜憑2024青年支持 想將兩岸關係 建立在中華民國憲法 無非想走中間路線 不管是美國 是我們長期的同盟好友 繼續要保持一個親密 大家站在一起 兩岸論述中有新主張 後宜這次和學生職球對決 加分減分還不得而知 不過根據日前最新民調顯示 依然有百分之五十四的民眾認為 民進黨賴清德 才是美國屬意的總統人選 另外有百分之五十二點八的民眾 認同中國最愛侯友宜 然而親美是多數台灣民意 這數據對侯友宜也很不利 對於民進黨來說 尋求和平方式是我們強化自己 讓對方不敢驚喜戰斷 哪有親中很明顯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他一再強調 反對 一國兩制 兩岸一提 藍綠爭執不休 民眾黨柯文哲也沒閒著 拋出過去議題重啟服貿 兩岸監督條例在立法院躺多久了 民進黨執政幾年 七年了 該通過法律 也沒有通過啊 明白的講啦 只有民進黨不想通過的法律 然而回顧馬英九執政時 國民黨企圖利用優勢強行 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引爆了2014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 最後成功擋下 當時柯文哲趁著這波學運 走上政治宏圖 但如今卻沉了 柯文哲 郭震主張 不應該隨著這個柯文哲市長 他自己的選戰策略 好好藍贏的選贏 這個策略的時候 來走上這條路 兩岸關係 藍綠白各有表述 都想爭取多數民意支持 誰能在敏感議題上 為自己加分 也攸關選戰最後勝利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